大家周末好呀 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呢 B站的粉丝已经到了三万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来跟大家唠唠嗑吧 有很多花友都在问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花的 你是从哪儿学到那么多养月计划的知识的 所以今天想就这个问题呢 跟大家来聊聊天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开始种花的 应该说我是从四五岁开始就种植物的 那个时候种的不是花 那个时候我爸妈呢 在厂子里面开辟了一块菜地 他们俩很喜欢在菜地里种菜 所以我也就耳濡目染了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那个菜地边上呢 有一颗小苗 爸妈没怎么去理会它 但是我天天给它浇水 后来呢 这个小苗越长越大 最后结了一个小冬瓜 然后我爸妈呢 就把那个冬瓜摘下来呢 那天晚饭呢 做了一碗汤 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我爸妈还表扬了我 从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喜欢种各种各样的植物了 比如说像花生啊 丝瓜啊等等 我特别喜欢这种有果实的植物 后来上学之后呢 我们家就搬到市区里面去了 那时候就没有地可以种了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开始不停地往家里买花 那个时候其实我零用钱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花了50块钱买了一棵桂花树 到现在为止那棵桂花树 还种在我爸的小院子里面 只不过它以前是一棵小盆栽 现在已经长成一个非常大的桂花树了 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 其实我种植物的这个历史 还是蛮悠久的啊 那种月季花其实也有好多年了 但是我刚开始种的就是那种 从花鸟市场买的那种寄宿苗 那时候就用纯圆土种的 然后也不知道施肥 所以月季花种的并不怎么好 然后搬到这边新家之后呢 才开始大规模的种月季花 第一年就买了30多盆 达到现在已经50多盆了 其实我当初买这个顶楼 也就是为了在露台上种花而已 那我是从哪学到那么多 种月季花的知识呢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什么 种月季花的书籍 但是我这个人呢 对于我自己感兴趣的这样东西 我就会去钻研去探究 然后就会到处去查找一些资料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好的获取养月季花知识的途径 那就是百度的贴吧 我基本上很多的养月季花的知识 都是从那开始学的 其实贴吧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大神 它们的花都养得非常好 那我学的最多的这一个大神呢 它是玫瑰月季发烧友的地大 它已经有很多年养月季花的经验了 然后我感觉它这个人个性也是非常好的 很多花友呢就爱着它去提问 它基本上都是有问必答 然后我主要是从它的一些帖子当中 汲取了很多的营养 同时帖子下面还有一些花友去提问地大的 那它基本上每个回答我也会认真的去看 其实真的收获还是非常多的 除了地大之外呢 贴吧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神 它就是大耳朵菌 它以前的一些帖子 其实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那现在它好像不怎么发帖子了 大家有时间呢 也可以去贴吧翻一翻它以前的这些帖子 多少都是会有一些收获的 不过像百度贴吧这样的地方 大神很多 那不同的声音也就很多 大家种月季花的话 最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当地的气候条件 然后你养花的环境 然后去吸取各位大神言论当中 对你来说比较有用的那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剩下的就是大胆地去尝试了 那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 把大神的理论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 然后才有现在这个种花的这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所以总的来说呢 实际上我种月季花 现在也才两年多一些嘛 对于那些大神来说 其实我个人真的毫不谦虚地说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萌新 所以在种月计划第一年到第二年之间 我会发现我自己有好多的感悟 好多的收获 好多不同的种花的体验 所以很多话有说 你以前这个问题不是这样说的 像现在我种月季已经两年多了 那再回过头来看我之前的有一些视频 可能有些讲的知识方面呢 也不是特别的完善 所以现在个人感觉还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啊 未来还是更充满希望的嘛 所以呢 从我做第一个视频到现在呢 已经一年多了 我自己都很难相信 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视频 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原因 可能就是各位花友们的鼓励 要是没有这么多花友看我的视频 没有这么多人支持我 我觉得我肯定撑不到现在 所以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就是我现在还在继续做视频的最大的动力了 衷心的感谢各位花友们的支持 很开心有大家的陪伴 那我也会继续加油 随时把我在养花过程当中的一些 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大家的 好的 粉丝三万了 好开心啊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